前不久 江苏扬州的吴女士遭遇了一场午夜惊魂 我们来看 凌晨四点多 派出所民警赶到吴女士家 按她提供的密码开锁进门 民警发现夜里确实有小偷来过 并已离开了现场 吴女士惊魂未定地告诉民警 自己夜里睡觉很轻 凌晨时分 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了 发现有个小偷正在翻她卧室里面的柜子 他就先假装咳嗽了一下 那个小偷一看 这个报警人可能醒了 一马先蹲下来不动 小偷潜伏两久 以为吴女士睡着了 就继续翻箱倒柜 后来嫌疑人还把报警人床底下的柜子 以及床头柜都翻了一遍 甚至还用手机照了一下报警人的脸 最后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偷 离开了卧室房间 民警搜寻公共视频发现 当晚这个小偷翻窗入室连偷了好几家 而且一路刻意避开道路公共摄像头 有较强的反侦察经验 他翻墙入室以及躲避监控 不同大路走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发现他应该就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 警方寻线追踪 很快便发现他是从一家浴室出来的 看这个人在扬州有过多次盗窃前的 是老鼠人 这个嫌疑人是陈某 贵州尊义人 三十多岁 经诊迷不空 陈某被抓获归案 他对所犯事实供忍不讳 目前已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 民警提醒 市民遭遇入室盗窃 一定要保持冷静 吴女士先装睡后报警 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市民可以先尝试发出点动静 看能不能把小偷给吓走 但如果小偷吓不走的情况下 市民应该不要再次惊动小偷 然后等小偷离开房间以后 立刻将房门反锁 选择报警 再次惊动小偷离开房 我们下回就会否请 然后赞口